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星期一的特别节目 今天还是我帮我们男的要姐姐做一个直播 然后今天的节目依然也是没有沃尔老师的直播 我们还是延续着上个周的节奏 我们今天是第12期 延续着上个周的节奏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会问每一位老师不同的话题 看他对这个市场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各位老师 会不会对接下来的一个周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个交易思路 那首先当然大家还是要cover一下大盘的一个观点了 那首先还是我们按年营来先问Jason老师 因为Jason老师如果大家看美股富豪的节目的时候 会发现他每个周都会跟我们推荐波音的股票 就念呀念呀天天念天天说 然后今天把波音大幅度的股票价格给拉起来了 波音涨得非常非常厉害 可以说今天整个道琼斯指数是完爆这个纳斯达克 那我们想来让Jason老师来讲一下 就是是不是这是一种板块轮动的现象 那么你觉得纳斯达克接下来是否还有机会 然后呢你觉得你这个波音都看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对他的期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波音能不能把道琼斯带到新高呢 我们请Jason老师回答一下 好的刚才波兰涛老师我们在节目之前呢 就说那个美老师可能提什么问题 然后让我们瞬间做一下准备工作 我说我的答案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懒 就是懒 录一个节目 然后可以放半年 关于板块轮动的话呢 咱们在上周的上周五吧 上周五的话呢 是我做这个YouTube的节目嘛 然后呢 当时的节目当中的话呢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我忘了是周五还是周几 然后我说这个 我说看今天的啊 这个科技股表现啊 感觉和全中国表现 我觉得大家要开始关注啊 然后这个道琼三菱的这个产品啊 道琼三菱的产品 因为科技股的话呢 尤其是咱们看那苹果的那种股票走势啊 对这个 Jason老师分享屏幕的时候 我也正好想问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科技 苹果吧 尤其是苹果 它的这个市值啊 就开始对标整个罗素2000的小盘股指数了 那苹果也实在是特别的猛 我们在周末也看到了第二季度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业绩 就因为苹果一只股票 让伯克希尔哈萨维赚了好多好多钱 那Jason老师觉得说 就巴菲特老人的这种眼光 是否有一个延续性 当然他不会卖了 那你觉得说 但是你从你的角度上 你觉得苹果这个位置怎么样 怎么来看这个情况 正好咱们就刚才说 这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轮动问题 轮动的科技股的权重股的 或者说这个 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那可能就是苹果 那么单纯从苹果 短线走势上来看 它基本上从220美元 拉上到400美元 然后进行一个加速的过程 单纯从炒作的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炒的基本上 已经跟那个垃圾股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这个方向力度 这个向上的疯狂程度 尤其是对于这种大蓝筹股票 我们看苹果历史 从有苹果之后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作为低价股的时候 可能波动性还有一点 但是成为了蓝筹股之后 基本上很少 或者说没有这种波动性的过程 没有这种波动性过程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科技股 以纳斯达克指数和苹果来看的话 我觉得科技股的话 向上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 非常非常有限 这个不能说没有机会 但是呢 你说在这个位置上 指望这些科技股去向上 再有50%以上的收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么反过来呢 看这个道琼斯 我感觉上来讲的话 总体来说 这些权重股的话 相对还是估值比较低 估值比较低 所以一直一直 我也是在看好波音的大方向走势 虽然的话呢 它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负面新闻可能比较多一点 但是呢 从这个总体的位置上来看 和它的这个 对于大盘影响的意义上来看的话 我想未来的一段时间 它会支撑道琼斯指数 然后向上继续的这个高歌猛进 好 就是道琼应该是会有新高吧 道琼斯指数不涨到新高 不敢说 我觉得标普应该是比较明确 但是道琼的话呢 还要看事做事的 如果两大指数都创新高的话 道琼可能就为期不远 好 行 好 我们谢谢Jason老师的回复 当然Jason老师 收益率摆在这个地方了 上个周还有 我想这个周 虽然我们美股富豪还没有开始录制 但是我可以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 Jason老师的这个周的收益率呢 应该还是会非常不错的 我想来呢 我们的这个 我的这个收益率应该也不错 校场应该也OK 所以这个就Thomas 你们那边要加点油 否则的话比较逼 然后我们再来这边第二个 今天市场当中呢 有一个消息 就是走盘电动汽车板块 好几个消息 比如说Tesla 拿到了新的这个订单 然后Tesla在新的场地 要开始建新的工厂 然后同时呢 我们还看到Nicola这个公司 然后他今天的股票价格呢 涨了22% 主要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他接受了一些订单 那他和Tesla 可以说是直面竞争 但是呢 今天也只有Nicola自己在涨 他并不是整个电动汽车板块 都在网上涨 这个电动汽车板块 我们都知道 下一个十年一定是趋势 但是这中间还牵扯到很多的什么 到底是电车呀 还是能源汽车呀 还是氢能源呀 这种技术 这方面呢 我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我知道Win 他做行业研究 做了很长时间 然后Win 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说 类似于Nicola这种公司 他的有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或者说 是否值得 做一个long-term investment 这种性质的 这一块呢 我觉得 机会还是有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能源的清洁化 一定是一个方向 但是我从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呢 就是大家其实一直 有一个想法或者之争 就是从电动汽车 我们讲了就是锂离子的电池的这个汽车 还是氢燃料电池的汽车 其实可能在两年以前 大家都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 一直在考虑的是说 锂离子电池什么时候量产化成本能做到多低 能量密度能做到多大 然后续航能达到多少 然后这个公司有多大价值进行商业化 那么一直其实在不久以前吧 这个不久以前可能一两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很有意思是日本 日本呢 应该来说之前电动汽车 日本其实做的不算差 但是你会看到目前日本的主流这个趋势在于是氢燃料电池这一款 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Elon Musk 我们这个我很崇拜的一个人 然后说氢燃料电池是full sale 就是傻瓜电池 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老兄 不过呢 不过呢 我还是觉得这个机会还是有 但比较有意思是什么呢 在美国的氢燃料电池 我可能个人 个人personally 我觉得它可能离量产化和商业化 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 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说 整个的一个市场 它对于量产化当中一个成本一个控制 尤其是我们讲氢燃料电池 最大问题就是氢气的制备 那么很有意思是说 氢制备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 我会跟大家说有几大的这个路径 包括未来一个路径 包括现在路径 那么你会看到说 美国现在其实从现有的路径来说 它的成本其实要比 比如说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来至少高三倍 那是因为它没有很完整的一个工业链 因为氢其实目前来说 最主要制得是通过工业副产品 就是一些眼睛化工 还有一些这个化学的这些工厂里面 它作为一个副产品 其实成本很低廉 它只要做一个提纯 然后去进行一个使用 所以你会看到说 氢燃料电池反而在 比如说东亚这些国家 本身的化工业 工业有比较链 产业链比较完整的国家 它可能起来会很快 那么动力电池 我们讲电动这个电池 过去大家一直在争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 它的能量密度到底够不够 我比如说像自己家里开的这些乘用车 OK no problem 但是对于这个商用车 到底它能做得多好 我个人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因为其实这块路径包括大家 都是看的比较 分歧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不能说今天Nicola 他拿到比如说这么个大单 就说明这个行业 它是完全没有问题 或者说是完全的这个 未来趋势 他已经干掉什么对方等等 但是从行业整体来说 行业整体来说的话 可能在美国的环境下面 Nicola在未来短期内 应该在这个细分领域 还是比较少碰到一些对手的 那么我看到他基本上股价 现在来说跌的也已经 回调也比较 之前也应该比较彻底了吧 我看一下发行的时候到现在 基本上最低29块钱 现在44块钱 还是估值有一点贵 但是如果大环境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公司 反正现在这个价位也还OK 最近理想汽车刚刚上市 然后马上还要迎来 小鹏汽车上市 那这样的话 蔚来理想小鹏三大汽车公司 基本上就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都是比较popular的都上完了 那很多市场当中 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因为 他们比了一下汽车的销售数据 然后看了一下会说 因为蔚来的销售数据 应该是这三个里面最好的 那么因为蔚来销售的好 他看了一下蔚来的市值 他们就会觉得理想的市值 怎么还会高过未来 他们就想要去做空未来 做空理想汽车 你觉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对于一个刚刚上市的 IPO的公司来讲 你觉得这种逻辑可以使用吗 我们先从两个层面来看 我们从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层面 我们再讲到说这个交易层面 那么从基本面这个层面 我始终是这样觉得 我个人 我强调一下我个人 因为很多人其实很看好说互联网造车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分一个类 比如说传统的那些造车的公司 什么奥迪亚 宝马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势力 老的贵族 那么新的比如说像Neo 比如像理想小鹏 包括在国内还有各种各样 他们就有点像是一个新贵 我们讲新的贵族 新的年轻人 他们是互联网造车 那么它其实两者没有很严格 或者说是很官方的定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传统的制造汽车 汽车和其他的人工智能的应用 或者说是其他完全不一样的点 是它对于风险的容错率 它的是非常低的 就是说我不能出错的 因为比如说我是自动交易软件 我代表我就亏点钱 我下次调一调就没事 但是像如果是电动汽车 如果出现说我当中出点什么事情 刹车出问题了 或者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那可能就是车毁人亡的事情 那么所以对于整车厂来说的话 从安全性角度的话 我始终觉得说 传统造车的势力一定会比 这些互联网造车来得稳当 而且这个可行性会比较强一点 我始终是这么认为 那么包括其实 我今天不在这边去说 要做空任何的一家 互联网造车的公司 但是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我在一个上市公司下面的投资部门 我是当投资总监 然后我负责整个的电动车的网联化 电动化这块的整个研究 我们当时全部都输了一遍 包括这些公司 我们基本都去看过 包括一些内部的测试的 这样子的一个报告 或者说是整车厂进行的对比 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互联网造车 它有很多地方很新锐 不光是设计 不光是这种风格感觉 感觉你去再去吹点 像文化这种虚的东西 他们有很多的新锐的应用 他们会和数字化的结合 他们在车链网上面 布局很有前瞻性 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讲的是使用 比如说像娱乐的使用 信息化的使用 但是他们在车链网安全上面 其实它的稳定性 如果你用六Sigma去表示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当中会差一点 所以个人我还是偏向于说 我们让时间来看 因为互联网造车上市的时间 其实还不是很长 那么我们让时间来看 到底的稳定性会怎么样 我可以说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你有曾经出现过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测试 不通过的这种事件出现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说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官方的一个途径 省得到时候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我可以说 我知道的信息当中 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我不是说这一类公司不好 但是说它可能还需要一个 技术工艺上面的一个磨练 毕竟汽车是几万个零件 包括是整个工业的集成 它不是仅仅是一个 信息化的一个载体而已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觉得对于理想也好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我会取一个比较谨慎态度 那么对于从上市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做空是有一点危险 因为你也知道中国人有时候去做市值管理的时候 他路子比较野 他不一定是按照正常的机构投资人的想法去进行出牌 他有可能会做一些 比如说有些其他的基金 有些其他的资金进行互盘 或者说是嘎空 你去做空的话 小心被嘎空的这种可能 我觉得都有可能 所以我个人从交易层面来看的话 我不太不太建议现在去这样进行 当然你是好止损 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 因为毕竟这类公司 它的基本面或者说是它的内核 我始终觉得是值得 值得去推敲和值得去质疑的 可以去质疑的 对大概是这样 谢谢Win 那这也是我特别想从Win这边听到的一个回答 就是很多的投资者 他们会试着用这个估值的角度来看一个股票的价格等等 但其实首先他们估错了 他们很多人估值的时候 并没有见反映说model 他们也没有用什么wack的数据 他们也什么都没有用 好像是在凭空想象 在对一个公司去进行一个估值 你还是要有一定数据做一个支撑的 那同时呢 刚刚上市的公司 它牵扯到很多的背景 是否有资金要对护盘 是否有资金要扎空 是否有这个要short squeeze 这我们都不太确定 总之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那大家一上市的公司 用这种想法去考虑它的话 应该是有一点点瑕疵 这个是Win帮我们去讲解了 好 那谢谢Win 然后我们再和汤曼斯老师再来聊一下 因为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一个议题 就是特朗普签了行政令 在上个周没谈过的情况下 签了一个行政令 一个周发400块钱 然后给市场发多少多少的钱 那我想问一下 汤曼斯老师 你觉得这条消息能否帮助道琼斯走新高 或者说你觉得这条消息能否刺激大盘 再继续的维稳吧 或者继续向上运行 你的观点是怎样 好 谢谢那个Brand哥 然后现在呢 从这个消息来看呢 这个消息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有意思的 其实 目前来看 就是两党 它这个刺激的法案呢 还是市场关注的一个重点 至于拜登和特朗普的这个交锋呢 最近其实有点意思 就是特朗普的支持率突然上来了 原来是差了九个点 现在现在基本上缩小了三个点 差六个点 是不是和这个刺激法案有一定的关系呢 这个就不太好说 单从这个刺激法案来说呢 它有一个很神奇的 就是两党呢 它都同意1200的一个支票 但是这个1200的支票却没有发下来 那么如果从这个消息面来解读的话 我个人是把它解读成一个偏利空的一个消息 因为有了1200呢 现在散户呢 更好的可以进场 比如说做多道琼斯 现在因为市场的这个风格呢 它其实是道琼斯 打爆那个QQ是比较明显的 那做的话 基本上道琼斯里面很多价值板块 现在还是可以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机会 那么单从这个消息面呢 其实你对大盘的一个影响还看不太出来 整体从技术面来还是看涨大盘到新高 SPY看到新高 然后今天早上呢 其实我还是看到 还看到了另外一个消息啊 就是亚马逊 开始要救助这个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比如说之前有些要破产的 像JCPenney啊 像那个SE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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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公司啊 以前都已经不太行了 然后呢 现在亚马逊呢 他说 要帮助这种公司 相当于建设一个那个fulfillment center 相当于是那种供给站 或者中转站这样子的这么一个渠道 那么他谈判的一个对象呢 其实也是价值板块里的SPG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 我不是说这个股票 我们现在可以做 就是可以 他毕竟也是在亚马逊呢 就现在他是在一个高位盘整的这么一个情况 上面的这个阻力和底下的支撑呢 都比较明显 如果他能选一个方向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做的 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往上面选 但是他这个调整呢 至于是在这个震荡空间里调呢 还是在一个大的震荡里调呢 这个暂时不是主要交易的一个品种 但是如果你持有亚马逊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现在比如说 我个人比较关注的 就延伸出来的这个风格的轮动呢 银行股啊 包括不仅仅是几个强势的大盘股 像区域银行啊 像KRE这些 早上我也在做的 这些票呢 可能会更关注一点 还有像SPG啊 今天这个财报呢 它的这个财报肯定是不好看 其实才 盘后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动静 但是呢 他这个慢慢的 比如说亚马逊 也涉及到这些 商业地产 或者说这个shopping mall里面来呢 后面还有没有一些好的机会呢 这些我们可以持续关注 包括像 Jayson老师特别关注的波音 以及他所带的这个板块 不仅仅今天波音涨得好 RTX也涨得非常好 包括布兰特老师 比较比较关注的这个 邮轮板块啊 还有关注的航空板块啊 这些呢 最近的这些股票的表现呢 它都会比 纳斯达克会更稳健一些 像纳斯达克的有些票呢 不用太急的像抄底啊 就比如说像这种AYX 公司确实是 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公司 但是这种下落的费刀呢 其实有很多人 在上周啊 包括在今天也是在问 能不能重仓抄底这些股票 你至少得等一个奇稳 然后多看一下 还是多看一下道琼斯 这个里面的一些公司呢 可能最近是更稳妥的一个策略 这是我今天呢 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对 然后最近大家都知道 是FANG嘛 FAANG这几个股票 特别特别的厉害 然后呢 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些股票已经太厉害了 不能再去追涨了 我们应该去寻找下一个时代的 FAANG这些产品 所以市场就出来了一个 全新的组合 叫做SMART S-M-A-R-T 然后呢 其中这个A 就是在Smart里面其中的一个股票 然后S代表Square什么的 还剩几个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那我想问一下 Thomas老师 你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 引领下一个5到10年的时间 成为下一代的FANG吗 这些公司 现在这样的这个组合呢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像S-M-A-R-T S是S-Q嘛 就是S-Q这个公司还是不错的 然后M呢 是那个Dating的那个Match A就是刚刚我说的AYX 还有A呢 是Roku 以及说是 以及说是还有一个是 那个数字的一个广告的 一个营销平台TTD 这个是S-M-A-R-T 还有很多表述啊 比如说F-A-S-T啊 包括像那个Fastly啊 这些公司 像这些公司呢 目前来看呢 就长线来讲呢 还是保持一个非常 乐观的一个态度 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呢 可能还是会比较谨慎的 去参与这些股票 因为这些股票呢 之前我比较担心 以及市场 它有点担心这个互联网号码 它担心那个原因呢 其实也是有些 比如说Size公司 它没有真金白银 在那里赚钱啊 包括像有些 现金流 它甚至是负的 那这种呢 它可能这个泡沫 会出现的更大一点 一旦你的这个增速 你的财报 或者说对下一个季度 预期 一下子放下来的话 就比如说这个AYX 其实财报还可以啊 但是它自己自爆了 它说这个未来 它有 它这个管理层 它说有 significant headwinds 它这样子说了之后呢 你这样不跌财报呀 所以说这个未来的这个指引 如果在目前这波炒的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指引呢 增速呢 放缓呢 近期呢 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进场点 像有一些比较好的等它起稳了 我们可以以周线级别去看 在周线级别做一个尝试 那你这里的话 它其实周线级别这个支撑呢 也跌穿了 那可能要到下面去看 就不用太急着在这个位置 未来呢 还是看好这些股票的 只是你看好这些股票 个人会采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就是所谓的选时 选股的话就是 从作为股票的基本面呢 还是比较认可 但是选时方面的话 还得精选一个更好的一个进场的时间 来做一个这样的投资 或者说是交易方面的这个事情 好的 谢谢Thomas 然后那我这边的话 我再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我对这个市场的一小个观点了 在这个市场当中 因为我今天发现呢 我也是收盘的时候 我这边才发现 我看到今天市场里面 这个VOD长得非常非常的多 它这个VOD是我之前节目当中 有和大家分享过 它是代表了纽交锁 上涨的这个Volume和下跌Volume的 一个对比性 虽然今天大盘在盘中时间 有过些许的震荡 但是以VOD的这个角度上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个信号 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势 整个的这个资金流就一直都是在 一直在向上走强的 整个日内在走强 包括这边的ABD也是拉高之后 并没有出现那种纳斯达克的这种回调 它都是指的纽交锁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纳斯达克是一个 然后纳斯达克以外是一个 像纽交锁呀 这些产品 那个他们的这种上涨 也就代表了这个市场当中 除了科技股以外 剩下的产品剩下的板块呢 大幅度的都是在向上走高 包括小华股也是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市场轮动 那我就想讲一个 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的交易机会 那我觉得市场还是非常重点的 如果你的为了寻求自己账户的一个安全性 那么你还是要离那些有破产风险的公司远一点 因为刚才我跟涛老师有过分享 我新一轮的钱又发下来了 但是发下来这一轮钱呢 总有用完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企业 他们拿到的这些什么SFB loan 或者是PPT loan的这些钱 慢慢都快用光了 慢慢快用光之后呢 他们公司又没有运转起来 可能就会导致新一轮的裁员 可能是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不排除像梅西百货这种产品 他们依然有可能会破产的风险 那你要去寻找那些 可能不会破产的这种风险性的公司 这种安全性的公司去进行投资 可能会比较好 我还是把这个观点侧重在 银行板块上面 我觉得银行板块呢 大家去关注那前几个就可以了 高盛摩根大通 花旗银行 还有美国银行 关注这么几个公司就可以了 我发现Wales Fargo还是非常弱的 它弱呢 肯定是有它的原因 因为Wales Fargo有很多很多的商业地产 然后呢 反正就是基本面 较比其他几个公司的业务 还是弱了很多的 所以大家关注这么四大银行股 我觉得就不错 把它们任何的低点 或者说是你选择一种逐渐进场的方式 我觉得银行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它们的流动性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看起来短时间之内也没有什么流动性的一个压力 我觉得所以银行的角度上来讲 依然是我在今天的节目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可以重点关注向上去做多的 那我们在上个周五的时候呢 也有埋伏CCL这样的股票 也进场了 然后在之前呢 我们也埋伏了AAL的仓位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轮市场进行板块轮动之前 我们是已经提前都给埋伏好了 那这两天我们接受的最多的问题呢 就是航空 邮轮 这种东西还能不能再进场 还可不可以再继续去追涨 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市场呢 它真的不是在这个市场当中 看某一个股票是怎么运行的 我们真的是看板块 我觉得航空 邮轮 地产 餐饮 消费 这些都是一次一个产品性的东西 如果说板块要轮动的话 它不仅仅是轮在纳斯达克上面 它轮在的是整个的这个市场里面 所以呢 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趋势性 我们还是依然向上去看掌这些板块的 那这也是今天 我想在我们几位老师吧 把我们的问题跟大家去分享的 然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这个样子 每个老师都讲过了 然后下个星期我们再拿同样的时间 再跟大家去见面 好吧 谢谢大家